教徒在這堂堂我們要來到主對這七個照會說話的第四 也就是推養對他的照會 在主寫信這七個照會的時候 我們從內容就可以判見 這七個照會是分成兩組 頭三個是一組 後四個是一組 頭三個 就某一般來說今天已經不在了 因為第三個別加謀照會 按照照會的歷史來說 他就往前發展到推阿推拉 從推阿推拉 沙迪 飛拉 解非 而老底加 在啟示錄二三章的經文裡我們都看見 主都有跟他們說 只等到我來 所以這四個 推阿推拉 沙迪 飛拉 解非 而老底加 這和其他三個不一樣 因為這四個都要一直延續存在 只等到主來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 推阿推拉 沙迪 第五篇信息 從這個圖 我們知道一面 這七個照會是當時 在小亞西亞七個實在的照會 真的有這七個照會 一面他又是表真 照會七成的歷史 從初期一路只等到主的再來 當然同時他也描繪了歷式歷代 在眾照會當中 共同有的光景 早上 我們的信息將通到 在儀家謀照會 事預表從第一世紀之後 一直到第五世紀 就是在教皇制度正式建立之前 當時教會的情形和光景 從第六世紀 教皇的制度正式確立之後 就進入了推阿推拉的照會 在推阿推拉照會這裡 我們從經文的內容可以看見 它完全就是 爹家謀的照會的發展 請我們一同來讀 第五篇在推阿推拉的照會 下面的這一段經文 《啟示錄》第二章 我們只要從十八節到二十五節就可以了 我們一同五十八節 你要寫信給在推阿推拉照會的使者 說那眼目如火焰 照相明亮之鵬和神之子 這樣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愛 幸福是很愛 也知道你幕後所行的 你請出了很多 讓我 然而永遠見識 我要準備你 就是你和他 那自稱是余生業者的 夫人 也許 教導我的父父 贏了他們心意乱 比世紀偶像全部 我承認給他時間 讓他圍改 他卻不肯圍改他的遺形 看啊 我也要叫他 讓我躺在床 那些與他心意的人 若不為他所行的 推改 我也要叫他們 受大歡難 我要靠用死亡 請殺他的婚女 叫眾召備 或是他 我是那 那殺害人 最不經常的 我是要照你們的行為 奉勵你們個人 至於你們 非要非要其餘的人 就是一切 不持有大焦慮 不明白他們 所謂 撒旦神奉之事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不將別的重脈 放在你們身上 但你們已經有了 總要是說 只等到我來 到這裡就好了 從這個只等到我來 我們就知道 這個造會是要一直延續發展 只等到這個末後 主在來的時候 從這一段經文 我們完全可以看出 推亞特拉造會 是別將我造會的延續和發展 比如說在二章二十節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 就是你容讓他自稱 是你身炎者的婦人耶喜爹 教導我的儒樸 這裡我們就看見 有耶喜爹 在這個推亞特拉造會裡面 教導 我們知道在以弗所 也就是最前面的 以弗所造會 那裡有什麼呢 那裡有你阿拉黨的行為 然後到了別家蒙造會 我們看見什麼呢 有寧格拉黨的教訓 然後有巴拉黨的教訓 你仔細讀經文你就會發現 在以弗所那邊 他們是恨惡寧格拉黨的行為 意思是寧格拉黨的行為 在他們中間 開始冒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恨惡這件事 所以迪格拉黨的行為在佛所造會 恐怕是非常的少數 到了後面的別家蒙 這裡的經文就告訴我們 你們那裡也有人 持守 迪格拉黨的教訓 有人 持守 巴蘭的教訓 可見 在別家蒙的造會裡 已經有相當的有數 就是在那裡加 哈蘭的教訓 迪格拉黨的教訓 但是到這裡 到這裡 發展到一個地步 是整個造會 就是整個推亞推拉造會 就有一個人在那裡教導 叫做耶喜別 所以你看見 這個不正常的教訓 在造會裡面 就越來越有影響力 所以要開到造會 在這件事上 比別家蒙的造會 是更糟糕 也是更白快 再來 這裡說到 這個耶喜別 引誘他們行淫亂 並失忌偶像之物 我相信子倫巴還記得 早上那堂課 也是講到同樣的事 是不是啊 而巴蘭的教訓 也是引誘他們行淫亂 失忌偶像之物 拜偶像 所以你看 同樣的事 就繼續往下發展 然後在二十一節 二十二節 主就對他說 我曾給他時間 讓他悔改 他卻不肯悔他的迷信 看啊我要叫他 若病在床 那些與他行淫的人 若不為他受情的悔改 我也要叫他們受大犯難 在以書所 我們只看見 比氣起初的愛 然後在別迦摩 我們看見 與世靈魂 但是到這裡 已經變成淫婦 你沒有丈夫的 在以佛所 你還看見 他可能還有一點愛 到了別迦摩 他以世界靈魂 他愛世界靈魂 但是到這裡 他是一個心靈的禮子 是沒有丈夫的 或者說 能夠與任何的東西聯合 所以這是什麼 這也是一個落落的發展 然後到了二十四節 這裡說 至於你們佩亞佩拉其餘的人 就是一切不持有他教訓 不明白他們所謂 撒旦深奧之事的人 所以這裡有撒旦深奧之事 大家還記得 在四美堂 有撒旦會堂的人 在控告他們 然後到了別迦摩 有撒旦的居所 有撒旦的座位 好坐 到這裡呢 有撒旦的教訓 不只坐了 不只住了 而且呢 還用他的話去影響 所以從這些經文 我們就看見 他完完全全 就是別迦摩的發展 而這個發展 是不會停的 他要一路 只等到主愛 我們知道 從照會歷史的 過去的這一切 我們發現 這個一點都不差 就是指著 羅馬天主教說的 在教皇制度 第六世紀 正式的確立之後 整個天主教的發展 正如這裡的經文 所說的一樣 推拉推拉 這個詞的名字 就是香的祭祀 無斷的祭祀 在天主教的教堂裡面 總是有無斷的祭祀 但是這個祭祀 不是像著神 常常是像著許多的偶像 所以這給我們看見 在推拉推拉的照會 雖然是在當時 小亞西亞的其中一個照會 但他卻描繪在照會歷史上 那個墮落 且被遇到的羅馬天主教 我們覺得非常的傷心 神的子民 有這麼一段的期間 有這麼樣的一種情形 實在是叫我們的主失望 你如果讀七個照會的書信 你就會發現 推拉推拉的這一個書信 圈浮是最長的 這給我們看見一面 照會是墮落 墮落到這個極深之處 但是一面 主仍然沒有放棄他們 主仍然要在他們其中呼召得聖者 主仍然對他們其中有一些人說 你總要持守你有的 你要持守我的工作 只等到我來 所以不論我們的情形如何 我們都要看見 主向著我們 還是有呼召的 第一大禮就說到 在推拉推拉照會的表號 我們一同來宣讀第一大禮 在推拉推拉照會 遇到羅馬天主教 就是在16世紀後期 因故事教皇制度的堅定 所完全形成的被告照會 這裡的被告 是一個很重的詞 它的意思就是 離信仰 或者離開了基本的信仰的真理 與其他的事物產生了殘渣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見 在這個照會裡面 所教導的一切 許多都是與聖經的真理不合的 這就說明 它是一個被告的照會 好我們一同第二大禮 在推拉推拉的照會 柔大那次成事 以身也者 婦人也喜也 也許在當時真的有一個婦人叫耶喜 那我覺得聖靈在這裡 的確是用了這一個特別的名字 讓我們回想在舊約這裡 列王祭上這一段經文裡面 說到以色列王的亞哈 如何容讓他的親子耶喜約 帶領著各以色列人 師既有相之物 並且心淫亂 以色列王亞哈他身為一種王 他的責任應該是把神的話 教導他的百姓 應該是把整個國家的百姓 帶到耶和華神的面前 但他卻容讓他的妻子 一個外方人也喜也 教導神的百姓 心以外 是既有相之物 聖靈就用這個例子 來指責特亞貝拉照會 現在他們不是外來的教訓 不是外來的巴勒的教訓 不是外來的尼格拉港教訓 而是裡面有一個叫做耶喜別 這是照會容許的 這是照會容讓的 主對這個容讓過去 怎麼會容讓一個 異教的婦人耶喜別 自稱為聖閻者 在這裡教導神的百姓呢 這一點是 是我們的主過不去的 主在這裡就要把這個 錯謬的事情指出來 所以第一重點我們讀 雅哈德異教妻子 也喜別 乃是貝拉照會的預料 我媽的主教 變得和這婦人一樣 像許多異教做法 太盡照會 好 後面的一二三個小點 我來讀 在馬太十三章三十三節 一個婦人把面教 表真邪惡異端異教的書 藏在三頭面 表真基督是滿足神和人的素體 二 這婦人也就是 啟示錄十七章 他將可證出 與神聖事物混雜的大紀 在二章二十至二十三節 這同一個婦人 稱為耶喜別 所以 啟示錄二章 馬太十三章 還有啟示錄十七章 我們看見這裡有三個婦人 但他們所做的 其實是同一件事 馬太福音十三章 我們看見 那裡有一個婦人 把麵 把麵教 加在三口麵裡面 使全團都發了教 那個麵團 本來是神指名的食物 但是現在呢 把麵教加進去 這個麵教加進去 好像讓那個麵團 比較容易吃 但是我們知道 加到麵教裡面的結果 就是使麵的本質改變 其實發酵的意思就是變質 就是一種本質的改變 好像還在吃越南的麵 但是其實呢 已經不一樣了 在羅馬天主教裡面 有許多的教訓 都是因為不同的地方 因為不同的民族 因為不同的語言 就順應當地的民旗 而有所改變 使得真理 沒有辦法成為 一個絕對的真理 我們知道 在吉諾太前書三章十五節 那裡說到 造會是真理的 注食和根基 造會在地上 擔負一個責任 就是要叫真理 在這裡站住 造會是真理的注食 就像這個房子 它有很多的柱子 如果今天我要去摸那個柱子 我要碰到那個柱子 不是叫柱子過來這裡 是我到柱子哪裡去 柱子是不能改變的 真理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不能夠因為我做不到 我就把那個柱真理改一改 我不能因為這個國家的民族 之前沒有這樣的習慣 我就把這個真理改的呢 跟這個習慣比較近一點 今天我們在這裡 竭力帶領弟兄姊妹 在真理上有操練有實習 我們沒有一點想法 要把真理改變 人人都該進功用 這是聖經的真理 就算我們做不到 我們也不能說聖經沒有假 這就叫做 向著真理絕對 這就叫做 不把醬加在面團裡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改 那五十年後 我們的下一代會聽到什麼樣的真理 如果今天真理在我們的手上已經不絕對了 已經鬆了 已經淡 已經變實了 那麼下一代 再過十年 再過二十年 再過五十年 再過一百年 那些人聽到的會是什麼樣的話呢 哦 我們必須從 特阿特拉照會 受提醒 我們不能夠讓真理 因為想要讓別人好接受一點 就改變它 我們必須維持真理的絕對 所以在啟示錄十七章 那一個大禁 也就是玉鳥羅馬天主教的 雖然它是非常的美麗的裝飾在外面 它穿著紫色出紅色的衣服 然後有各樣寶石的裝飾 手上拿著金杯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那個金杯裡面 卻沉滿了可證之物 有多少黑暗的事情 藏在那個龐大的體系裡面呢 有多少見不得的人的事 在那個龐大的美麗的外表的組織裡面呢 噢 那個是神所不許可的 我們不能有任何的混雜之物 我們只要有純正的真理 好 第三終點這裡又說到 我們一同讀 在啟示錄二章二十節 主子裡被道的照會 是一個自立自封的神明者 靠靠靠主的 好 一小點 被道的照會 善裝由神授權為神主化 他要求人聽從他 過於聽從神 第二小點 看照熄滅的原則 主從來不准女人用權力施教 黑小點 同樣的 照會自己也不可以施教 因為在主眼中 照會男士處於女人的地位 只要求自己是男人 有權施教 有權說是或不是 對或不對 一小點 羅馬天主教 是一個施教的女人 被道的照會 自己施教 實屬他的人 聽從他過於聽從神的聖言 恢復他的人 道北韓 義官 宗教 教訓 對 這裡看見也許別 她是一個女人 就像 帕亞帕拉 照會 她是一個照會 她的丈夫該是誰呢 她的丈夫該是基督 她不應該自己 認為自己是聖言者 來擅裝由神的授權來說話 今天 親愛的姊妹們 我們在這裡 進入這些真理 實在說這不是人的說話 這實在 也不是 照會在這裡編了什麼東西 實實在在這些 都是主自己的話 我們帶弟兄姊妹 進入主的話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 要讀聖經 一年讀經一遍 還要研讀真理 還要讀各種的書報 就是看望弟兄姊妹 我們所有的人 是從主直接得主說話 這樣我們才知道 照會裡面該有什麼樣的說話 今天我們不能夠因為 我們要多一點的人 進到照會生活 我們在照會裡 就改變了我們的說話 我們不能因為 我們希望多一點的人進來 我們就開一個 福音介紹班 我們就開一個 職業介紹所 我們就多放一點 樂器在這裡 讓青年人都願意來 或者我們也可以 辦一個長期中年大學 等等 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呢 這些都是殘渣 照會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呢 說神的話 沒有自己的話 今天不論弟兄或姊妹 我們在照會裡 都沒有自己的話 我們弟兄們在這裡說話 我們沒有自己的話 我們是願意把住的話 成名出來 我們怕幫弟兄姊妹 借著我們的說話 直接從主得著說話 但是這一個被告的 女生言者 她卻是這樣 放膽的 叫人聽她的話 而她卻不聽神的話 我們知道 神要人聽話這件事 是一再的 在聖經裡出現的 就以彼得來說 彼得就三次 彼得就是三次 說錯話 其實彼得是非常會說錯話的 他非常會自己說話 但是主就在這裡特別的成全他 馬太福音十八章 在變化山上 他在那裡說錯話 就雲蟲一朵雲蟲遮蓋他 父就在天上說 這是我的愛子 你們要聽他 下了三還是一樣 學不會 有人來問你 說你們的夫子拿不拿稅啊 他也不問夫子 他就自己說那啊 所以主就給他一個功課 讓他去釣魚 細節為降 你就看見彼得他就是一個 很會自己說話 但是主就一直成全他 你不可以自己說話 然後到了《史物行傳》第十章 那他要到更利流家裡 去傳福音的時候 你看看他傳的那個福音 你就知道 他跟這個《史物行傳》 第二章的那個福音 那麼乾脆那麼浪淡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外貌人傳 他說外貌人真的會得救嗎 而且他還沒進到人家 家裡就說 我來這裡是不合法的 因為我是猶太人 所以你就感覺這個人是 但是呢 他福音還沒傳完啊 那個聖靈就交換他們了 那聖靈就說話了 所以這個彼得啊 就是該說的時候不說 不該說的時候一直說的 他就一直被主教導 要聽主的話 主教他把這些 這個看起來是不潔淨之物 你們猶太人認為不潔淨之物 要起來宰了吃 他就是不聽 那結果呢 這個羅馬天主教 還封閉而為第一任教 但是羅馬天主教 卻沒有聽神的話 卻要人聽祂的話 這是何能諷刺的一件事 今天我們從退啊 推他召會 這個女生也在這裡擅自說話 我們就要知道 今天我們在召會生活裡 我們要求主讓我們看見我們的地位 召會 是基督的行徒 是祂的棋子 我們沒有自己的說話 我們是站在聽話的地位 我們所說的都是祂說的 第三大禮 回同讀 按照啟示錄二章二十四節 被祂的召會 他們甚至教導 還不是教導神的話 還不是教導一些外面的教訓 竟然叫做 撒旦 身奧之士 第一 身奧之士 原文益聖 如以佛說三章十八節 按表號說是指奉益聖 聖這個詞 也用在好的事上 奧羅萬有的基督 祂是破場高聖 但是基督雖然奧密 但是 祂卻很容易讓你得主 祂雖然聖 但祂卻是會跟你享受 但是撒旦身奧之士 在天主教育 許許多多的教訓和道理 常常是不容易理會 而且使人與神之間 越來越遠 第二重點說到 背道的召會 有許多奧密或身奧的道 乃是撒旦身奧之士 就是撒旦奧密的教訓 屬撒旦的哲學 第一小姐說到 這樣的觀念 都已經滲透到 背道的召會 淨透了背道的召會 使背道的召會 成了著 撒旦的化身 撒旦的教訓在裡面 真是成為撒旦的化身 所以A小姐就告訴我們 正確的召會是基督的身體 背道的召會是撒旦的化身 今天基督是住在召會 但是撒旦卻借著 這些深奧之士的教訓 詭詐了住在背道的召會 背道的召會 教導奧密的事 不是新約中所啟示 關乎神經倫的奧密 在天主教裡面 許多的教訓 都是很深奧的 這些深奧的事 教人與神之間的距離 越來越遠 比如說贖罪卷的教訓 贖罪卷就是因為天主教 他們的神學認為 所有的聖人 所有古代的教父 他們都有足夠的功德 自己用不完可以給人 真的是這樣說 自己用不完可以給人 所以你要向他感告 這樣 他如果也沒你 可以給你這個功德 然後可以給你死去的人 叫他們在地獄裡面的受苦 時間短一點 這樣的一個真理 不是真理 這樣的一種道理 就發展到最後變成什麼 贖罪卷 贖罪卷在路德那個時期 嚴重到一個地步 贖罪卷成為人犯罪的平均 因為呢 你只要買了贖罪卷 你就可以犯罪卷 因為你有贖罪卷 而且贖罪卷有面額的問題 如果你買的是比較高的 你可以犯罪 因為你犯 真的是這樣 當時路德在 路德是很認真的 他在服事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的教父在喝酒醉酒 他去救他 他告訴他不要喝酒 結果沒想到他拿出贖罪卷 我已經買了 那這個道理是 使人與神更近還是更遠 是使人與救恩更近或更遠 真實深奧之事 包括獵獵的教訓 還有包括虛虛多多 他們自創的教訓 我不是要指責 而是我們發現 這個推阿培拉召回 一一一一一 裡面有太多的混雜 瑪利亞 最後被推定為是無罪 升天了 這些都是 教皇正式公佈的教令 我們很難想像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確實如此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去先祖教堂 要去找瑪利亞一下 因為他認為 我若跟瑪利亞親近一點 也許他會 幫我跟他兒子說說情 色調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不當笑話說 我是真實的特殊兄姊妹 教訓錯誤就引進實行的錯誤 就產生被導的結果 所以啟示錄十八章才告訴我們 我們要從其中出來 要從那個宗教和物質的大巴扁輪裡面出來 要從所有被盜的事物出來 要從所有混雜的事物中出來 我們需要活成成正的真理 我們需要持守真理的絕對 親愛的姊妹們 當有一點的掺杂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不要容讓 對 所以亞太教教會就是前面所有的東西 容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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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就產生這個無法回頭的情形 對 主說我要叫他臥病再傳 意思就是 救不起來了 多少人想要拯救他 路德也曾經想要拯救他 但是救不回來 主給他的命令就是臥病再傳 遲等到我們再來 所以我們需要有下一天叫做沙迪的回復 所以我們需要有個任何的步驟 就是牛肉現在來跟我們交通的 哈利路亞 我們需要成為他的無聖者 哈利路亞 我們需要成為他的無聖者 哈利路亞 我們需要徹底的認識 這一個推亞奎拉 是無可救藥的 就像太太弟友主說的 主給他的審判 不是叫他死了了了 主給他的審判呢 叫他貨病再傳 就是好不了 就是在那裡一直的生病下去 所以呢 尼尼尤在教會的正統裡頭說 我們需要徹底的看見 尤其是要非常徹底的看見 我們和天主教叫做無憤無關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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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姊妹妹 你知道嗎 你甚至說到一個地步 強到一個地步說 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到天主教的學校去念書 阿妹 阿妹 因為在天主教裡頭 他實在有一個極大的深的背景 是那樣的得罪神到這樣的地步 你知道得罪神到一個地步叫做妓女阿 叫做大妓女 就是呢 他為著他自身的利益 而和一切有關的 可以阿 以為得利的對象 稱作男人的 去阿 在那裡發展他的關係 所以莫索尼尼呢 在那裡和教皇立了一個協議 讓梵蒂剛才為一個獨立的地界 送給了天主教教體 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以後 他就不斷的在全世界發展各樣的關係 他甚至要發展和其餘宗教的關係 喔 真是一個大忌 他不妨稱為大忌女 他還叫做大巴比文 就是在這個妓女裡面埋了偶像的敬拜 那我們要看見什麼呢 看見他不是基督的身體 你知道基督的身體是什麼呢 是有基督的生命的 他不是基督的身體 他不是神的造會 他已經成了撒旦的化身 我們要有一個厲害的感覺 子妹們啊 我們要構上神的感覺 神感覺可惡的 我們要覺得可惡 神覺得可恨的 我們要覺得可恨 哎呀 神覺得說我們應該快快出來的 我們不可以說 哎呀我還跟他維持一點好的無安心 那麼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 裡頭的認識 那麼這位主對於這樣的一個 這個大忌女 這個大巴比文 他是顯為什麼樣呢 在第四個大禮說什麼呢 他是那眼目如火焰 巧向明亮之同的神之子 這樣說 Amen 我們的主對每一個 祂所照顧的造會 都有一種的對付 都有一種的應付 祂是用祂的所事來應付他們 那麼對於推搖推搖的造會 主的應付是什麼呢 就是用祂的眼睛 用祂的眼神 祂的眼睛像什麼呢 火焰 噢 姊妹妹 Amen 那個火焰是為了什麼用呢 就是焚燒 就是搜尋 然後審判 然後焚燒 然後注入 Amen 主的眼睛呢 是一個搜尋的眼睛 Amen 然後呢 祂就在那裡審判 看見一切 那一個有什麼 推啊推啊 性質的一切的內容 你知道推啊推啊 一切的內容是什麼呢 性質是什麼呢 我覺得 我們講了很多很多對不對啊 那個就是什麼 就是祂既然沒有一個獨一的丈夫 Amen 祂既然不在那裡把祂的幸福 祂的需要 正過祂的為難 祂如果的確有很多需要解決 需要保護 需要供應 需要人來怎麼樣來照顧的話 祂應該只轉向這獨一的丈夫 Amen 祂放不著去要發展你的關係 來叫祂裡面的擔心放下去 Amen 那我們裡頭會不會也有這樣的原則呢 Amen 作為一個造會 存在一個地方上 我們會不會有危險呢 我們會不會失去我們的灰索呢 我們會不會在那裡被一個世界的情形怎麼影響 叫弟兄姊妹受為害呢 Amen 有可能啊 但是這些可能來的時候 我們是有解決的辦法的 那就是我們的丈夫啊 那造我們的是我們的丈夫 那在山上向我們求愛立分約的說 在祂之外不可有別的神 Amen 當天主教徒為難的時候 祂要拿出手指頭 比頭、比肚子、比左胸、比右胸 當一些基督徒心中有為難的時候 祂就握緊了祂胸前的十字架的項鍊 哦 當有人不敢走黑路的時候 去買本混混聖經可能 放在書包裡 哦 五花八門各式各樣 你知道嗎 因為人裡面有一個不定感 因為人裡面有一個危險的感覺 Amen 祂需要什麼 祂需要主的眼目 Amen 來焚燒 Amen 審判 Amen 來注入祂的自己 Amen 祂的腳下什麼呢 明亮的頭 祂的明亮的頭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審判 Amen 祂審判一切的行為 事實上剛才我們弟兄一開始不是就讀了嗎 祂有更多的行為 更多的行為 Amen 姊妹妹 這裡的行為 甚至比以佛所的行為還多 今天天主教的行為 比當初初期造會的行為更多 Amen 但是在這麼多的行為裡面 你知道嗎 剛才我們是不是讀到的一節 我們再來讀一下吧 就是什麼呢 就是二十五節和二十六節 但你們已經有了 總要持守 只等到我來 得勝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 我要賜給祂全力 至福烈國 Amen 這是誰的工作呀 Amen 守住主的工作 在這裡主的腳要來踐踏 要來審判 在所有這些發展的行為裡面 主要審判那人的行為 Amen 主要我們守的不是我們的老苦 不是我們為了熱心而有的事後 我們乃是要守住主的工作 Amen Amen 所以呢 在這裡第四個大禮說得非常的好 在這裡呢 我們要有一個膽量 我們也應該有一個生活 就是我們不斷的 在我們的禱告裡 在我們一切大小的聚集裡 我們都有一個感覺 要看住那兩個眼睛的傳輸 Amen 今天 是我們的 美外 徐兄弟兄 不是為了我們一個美妙的問題嗎 主耶穌到底有幾個眼睛 Amen Hallelujah 我們主耶穌 你要說他兩個眼睛也罷 你要說他七個眼睛也罷 你知道主耶穌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上 如果你還沒有經歷過 注視看著他的眼睛 你我屬靈的工作 屬靈的生活還沒有開始 法羅是不是也說到看主的眼睛啊 法羅是的 法羅對於在哥林多一個犯罪弟兄的 整個處理的過程 是看著主耶穌眼睛四周圍所展現的神情 而在那裡 和主一同配合的 Amen 在那個眼神裡面 有分手 有注入 Hallelujah 在祂的工作裡面 在我們的行為裡面 我們說主啊 我要有祢的獎 有祢的審判 Amen 第一個重點說 背道的魯馬天主教 極力強調 基督是馬利亞的兒子 Amen 因此主在這裡正宗地聲稱 他是 Amen 主在這裡正宗地聲稱他是 Amen 主在這裡正宗地聲稱他是 去封納馬利亞為無罪的 所謂的女神 太可惡了 所有的宗教裡都有女神 對不對 在這個 帕勒斯丁地 有女神叫亞瑟阿 在羅馬中有女神叫做什麼 好多好多 Amen 這個 維納斯啊 這個那個 在台灣有沒有女神 有 各位 我們都不想講她的名字 也有人在討論 到底那一個神是男的是女的 你們知不知道 有人在討論那個神是男的是女的 對不對 我們也不想講她的名字 因為這裡提別神名字的 大大大大大主說不好 所以我們只要講出 耶穌我愛你 所有的宗教都要創造一個女神 就好像選中東中要來一個 女性的配手 好取得女性的選票 各位 無論如何宗教也要搞不成女神 羅馬教也要搞不成女神 就是弄了一個馬利亞 好 李永誠你還在一個信心中告訴我們 說呢 那個馬利亞抱著耶穌的樣子呢 就實在太像我們台灣 中國的那個什麼抱著什麼的樣子 也有這麼一尊 他說完全幾乎就是一個 好 我有一個 上次有個姊妹告訴我 說他們不是有馬利亞嗎 不是有耶穌像嗎 那個做藝術的 這個一個弟兄啊 在一個藝術公司裡頭說 他們啊 就是要把馬丹娜的眼睛 放在馬利亞的像上 然後把 那個男的我忘記了 那個名字叫什麼 譬如叫Michael Jackson 那個眼神 那眼睛呢 放在耶穌的那個像的眼上 經常要更新這兩個眼神 因為這樣的人一看到像 就被那個眼睛抓住了 然後就會去買這個像 邪惡知己啊 阿們 哎呀不要講這個了 但是主耶穌祂要起來 鄭重的宣告 祂是神之子 哈利路亞 基督是神的兒子 盤世是神的彰顯 神樂流出 神樂出來 讚美主 姊妹們 如果要講什麼叫做生 我們有最深的神的奧秘 就是宇宙的神 他流出來了 這個被盜的羅馬教 要把人往那個奧秘的深淵裡帶 但是我們的主就從深處出來 他把個奧秘向他的深淵者和聖使徒們 启示 那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經文 何等的安排 噢就是神要流出 哈利路亞 流出成為神的兒子 他要流出來 噢就是神的存在 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 祂是完整的神 祂是三一完整的神 不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子 乘了肉身 錯 乃是這位在父裡面 父在祂裡面 他們又是靈 同時共存 互相內在的完整的三一神 乘了肉身 阿們 神肉身的花 必神同在 就是神 阿們 阿們 但是祂不光只是神的彰顯 神的化身 祂更是神的流出 阿們 為了以神的出來而講 祂叫做神的兒子 阿們 很多啊 这些奇妙 相互非非的头脑 一看到儿子 立刻想到 爸爸是谁 妈妈是谁 爸爸是耶和华 那妈妈呢 就出来个摩门教 哎呀 摩门教呢 就是有一个爸爸 在一个叫做什么卡罗拉的星球里 娶了一大堆的妈妈们 生了很多的儿子们 长子叫做耶稣 赤子叫做 路西佛 阿们 我们开了一个会 我们要啊 哎呀 怎样怎样怎样 那么 长子提了个意义 赤子路西佛提了个意义 大家都同意长子的 就不同意赤子的 赤子眼睛一啃 一生气就成了撒旦 人真会想啊 圣经节拿出来想一想 就会演话去了 演一演 你只要有演就有观众 你只要卖票就买票的 你只要称识你是神 就有你的信徒 果然就出来一个我们教了 阿们 姊妹妹 当你想到神的儿子 你要想到什么 神的流出 来呀 你看 这个通脑都不行了 神的流出 阿们 妹妹 神圣的字眼 子乃是父的流出 阿们 子乃是父的见证和彰显 阿们 祂成为神的儿子 祂是神的流出 阿们 阿们 太好了 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 与神的存在有关 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彰显有关 阿们 约翰福音的目的 是要见证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可以逼两个点 姊妹们 你们来读 基督是土造成祂的职任 和使命而有的神父 阿们 神的儿子是土造成祂的身为而有的神父 阿们 祂的身为与神的生命有关 祂的使命与神的工作有关 阿们 祂是神的儿子 作养神的基督 阿们 祂是神的儿子 祂满有神的生命 并且这生命一直在流出 所以该福音就向我们宣导 风风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 恩典和实际都是从祂来的 噢 哈利路亚 祂还带着这个生命而有的使命 成为祂的工作 就是不断的把生命分给人 赐给人 把恩典给人 把真理给人 噢 在对付被道的推养 主称自己是呢 眼目如火焰 脚像明亮之铜的 被道的照会需要它 收藏的眼目 建它的墙 来宣判 叫众的照会都知道 我是那 查看人 背部心肠的 姊妹妹 阿妹 我们所在的照会 我们自己 我们所在的照会 我们所照顾的姊妹妹 她们 有没有人 是从这独一的人为 失去 转从 别样各样的情形呢 转去 为了他的 存在 为了他的利益 为了他的幸福 为了他的安全 以制成了拜偶像的原则呢 有没有转到一切别的教训 而离开了这一个 独一的人为 我们要知道 主要检查我们的 肺腑心肠 知道我们里面 说主啊 我心啊 肝啊 肺啊 脏啊 统统关注在你身上 阿妹 姊妹妹 你的口在哪里 在主身上 眼睛在哪里 心脏在哪里 呼吸在哪里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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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神代谢在哪里 你的食物消化在哪里 你要说主啊 我整个里面都在你身上 阿妹 阿妹 好不好啊 都在你的神圣生命的流出上 第五个大典 在吉士路二章二十六至二十八题 我们有主对得胜者的应许 阿妹 他说我要赐给他全名 自服列国 他不用 铁杖 侠管 原文的意思叫 牧养 他们 牧养 这是第二个点 这第二个点呢 就是 这一个主的 什么工作和 这一个 曾经之女人的工作 在那里相对 这个女人 这个大妻女 这个巴比伦 满了工作 满了行为 但是呢 主啊 却在这里说 只有一个工作 阿妹 一个真正的工作 就叫做牧养 阿妹 牧养 他在这里争夺地上的 什么权位 派大使 什么这个 什么重大典礼 他也要参与一下 但是真正的掌权 不是在这地上 不是这浮华世界 一切正在衰败的股票 乃是真实在国度里面 合逐同王的服饰 那一个铁杖 表称就到了国度的时代里面 还需要我们在那里牧养 引导 还在那里怎么样呢 亲自的有份神 对他百姓的照顾 阿妹 在千年国里 基督一同 想管列国 乃是给得胜者的奖赏 阿妹 主这应许有利的男士 那些不答应他护照 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 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 阿妹 在千年国里掌权的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阿妹 我们把底下这个二十七节读一下 他必用铁杖加怪他们 将他们如同瑶户的瓦器打得很碎 向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 在这里 宁牛就帮助我们认识 在神的建造里 向来是石头 但是呢 这瑶将呢 这瑶户呢 产生的还是许多地上从成土瓦器来的气 在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人用铁杖在那里打碎 那一个从人而来的人的东西 阿妹 那在这里呢 他又给我们看见了 在国度的来临的时候 天使呢 要好奇一切 不法的人 不法的事 然后丢在火里 焚烧了 那是个厉害的对付 可是在这里呢 是拿着铁杖 一个铁杆子 一个铁的杖 引导的杖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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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付 而且呢 是亲自有份人的瓦器 属人之光景的对付 阿妹 喔太棒了 这是一个亲自直接的牧羊 喔姊妹们啊 这是真正的权柄 真正的权柄 不是在怎么样的 五星期饭店中的什么会议 坐在首席上 有什么的发言的几分钟 那个不是真实的牧羊 那是个局面 姊妹们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人啊 爱局面 胜过爱 一个一个的牧羊 阿妹 局面向来主都是避开的 主耶稣都是去救进 一个一个一个的人的 局面坐在首位 坐在末位 那是太小的事了 主神能告诉你 你不要去坐在首位 免得人请你去坐在末位 你去坐在末位吧 等人请你去坐在首位 就是这样 你也不要觉得 那有什么 因为在那个局面里 你没有办法 牧羊什么人啊 阿妹 你唯一被牧羊的时候 就是暗暗的把他们运到那边 告诉这位大官 这位妇人 告诉这位 这个 显要的总经理 这位举足轻动的 总裁 说你需要 也是 一个一个的 直接的在那里 牧羊是真正的权利 这样的权利呢 这样的牧羊在四边二边 九节的时候 神给了基督 而基督给了我们 这就是 祂的工作 姊妹们啊 阿妹 我们可能有很多 造为生活的工作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有很多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牧羊的工作 那是你的工作 那一个是主要用他的脚 把他甩 把他踩了 把他审判 你哪想留下 神的工作 如果你给我时间 我就把这个工作告诉你 这个工作就是 把他建造到人里面 要把他 把我们建造到他里面 这个工作呢 就是恶灵整个过程中的 生机的救援 从重生 圣别 更新 变化 不成 老德容 还不止如此 还要做建造的工作 哦 以后能不能出外遗迹 你已经被 引进建造了吗 你看到你的牌里 那么多的书板们 他们还没有站在一座上 还没有跟别的书板 被拴在一起 你我的脚能够停下来吗 阿妹 我们做很多做很多 而不是做到那个金环加多 那个金多 那个杠穿上 那我们做了很多 叫人来了 我们还是白做 因为 你只能做他的工作 持守他工作 到底的 你到国度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用他的工作来 牧养 列国了 感谢主 然后呢 我要把诚心赐给他 Amen Hallelujah 这里说 关于基督的预表 开始于 起初神说要有光旧的 一路到了 起初22章的16节 说到什么呢 明亮的诚心 在22章16节 你有这个经节在那里 它是什么 它是明亮的诚心 Amen 那一个光 起初要有光就有的光 认真说 姊妹们你知道吗 那个光从哪里来 你不知道 Amen 但是经过了很多很多之后 他又来到一个东西 叫做诚心 诚心是什么呢 诚心就是 非常早的心 Amen 诚心就是 比早上的早 更早的早的心 就是呢 还没有早上之前的心 Amen Hallelujah 就是黎明之前的心 你有没有说 日头出来 公义太阳了 就是黎明了 就没有了 就是呢 黎明之前 在黎明前面 希腊 就是早晨之前的 那里的心 那感谢主 那一个心是给谁得着的呢 那个心是给所有 在还没有明亮的时候 必备的人得着的 主日还没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 黎明前的诚心 阿们 小牌还没来之前 小牌前的诚心 Amen 祷告去为 开始之前 祷告去为前的诚心 如果你有在这一切 之前也与主同在的时间 你就有心了 Amen 你就会有光了 Amen 然后这个光说什么呢 这个光 还连在 什么 以后一章十九节 就是 生也整个更确定的黄 Amen 那也太棒了 那一个 成心是另外一个希腊词 那个希腊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 光的 berry 带光体 我们把它中文翻成零 单位里读就有了 在三十六页 事实上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带光的物质 Amen 我们的主 祂在画里面 是带光的物质 事实上祂就是画 你用你的灵 画插 那个带光的 画 就出来的 光了 你就得出了 那个早晨之前的 新了 Hallelujah 这是对 推呀推拉的救赎 推呀推拉有许多的话 这个话 那个话 姊妹们 如果找回生活 如果没有很多的话 对不起不要说 如果你所未有生命读经的话 未有读 你如果记得话 未有这个话 那个话 我告诉你 都不够 你乃是要把那个话 带到你的 移民之前的一个时刻去 Amen 在那里 与主在一段的时间 而让那个话 带光了 出现光了 你就在那里 符合神的心意了 Amen 稍后 责 责 责